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收听《古惑仔》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VIP的故事 什么是VIP呢? 我们做社会服务有时候有些人打电话来求助 但是有些人打电话来 你都不知道他是求助还是搞事 傻傻的 其实他都有他的需要 但是会令到同事很难应付 我们就叫这些人VIP 如果你喜欢听我们频道的故事 欢迎你订阅或者分享给有需要 或者喜欢听这些东西的人 那我们开始了 今天讲的VIP的故事 就不是社会服务 而是我有一次去吃午餐的时候 吃米线 然后就遇到一个客人是VIP 但是我想讲一下 他面对的是一个神级的店员 店员怎样应对他呢? 我和你分享那些对话是如何 首先VIP去下单 他就说我要羊肉分面 切薄一点 当时是一个普通店员回答 OK 然后VIP就说 汤底我要胡椒混麻辣 那个店员就立刻呆了 咦?我们店铺有的吗? 然后就被人骂了 有没有搞错? 这样才是最好吃的 这个时候 厉害的神级店员出场 他就仰一仰手 他就示意他的同事退下 那神级店员一出场 就回答VIP 就说 有的有的 胡椒汤底加麻 薄切羊肉面 那呢 跟着呢 VIP就铁了一铁了 就说 不是? 对了 还要一些金箍 OK 多一点喔 OK 真的要多一点喔 那神级店员就说 没问题 不过呢 如果你要很多呢 不如加两份金箍 好 就两份 另外呢 给我一条菜 本身呢 其实都有菜 来了之后呢 你再看看够不够 不够才再下单 这样会比较划 好 还有啊 我要加杂菇 我们店铺就没有杂菇 不如呢 你叫杂菇相拼羊肉 跟着呢 这个时候VIP就说 我吃齋的 我在旁边听到 我就觉得 是不是瘋了 他一开始是叫羊肉面的 但是现在是说自己吃齋的 那怎么知道呢 神级店员是很有礼貌地回应他的 就是说 你好似还有一个朋友未来的 是不是呀 要不需要帮他叫 如果你帮他说了事呢 那你就一个杂菇 一个羊肉 之后一起吃 那就可以 胡椒、汤底、加麻、薄切羊肉 两份金箍、杂菇 你要的那些都齐了 那呢 跟着VIP就铁了 你看到他整个人就说 好 我说是 就这么说 就很开心付钱 超贵 就是这个币战 就是超贵 然后到我排队的时候 我忍不住 跟神级店员说 我说 你真的很厉害 大家觉得呢 觉得他厉害不厉害呢 他厉害的位置是捉到什么 有没有感觉到 对 我想每个人看他厉害的位置 可能不同的 究竟是他的语气 他的EQ 还是他的沟通技巧 还是他可以了解到人的需要呢 其实呢 VIP有时候都有他的需要 不过你要满足他的需要 有时真的要捱过那种被人罵 或者他那些很激烈的行为 就真的不是个人都这么有耐性 但是呢 神级店员我觉得 令到我很多学习 因为有时我们经常收这些电话 就是狂闹狂闹 就算你知道是不合理的 但是负能量太多的时候 有时都会影响到自己 但是你完全看到 阿神级店员的那种 那种松容 是多么的厉害 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的经历呢 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喜欢听我们 鼓华仔这个频道说故事呢 欢迎你订阅 又或者分享给不同的朋友 那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